各位觀眾,你們好。我是李文漢。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最近,有些網友罵說 Sumang Jai必點的茶水是起到離譜。 他們說這裡的茶水比PJ更貴。 據我所知,Sumang Jai的價錢 一直以來都是低於SS2 或是Updown的Mansara。 既然你這樣說,我就要出去調查一下。 因為我都是住宿傭的。 可能你會問,為什麼政府不標準化整個市場的茶水價錢? 那我們就沒有機會遇到一些不擇手段的個B店。 為了要了解關於茶水的價錢, 我就去問這位優先生, 白達琳個B店工會的President。 話說飲食行都有分為小販工會和媽媽工會等等。 這位主持說,他們的工會是無權插手任何個B店茶水的價錢。 包括政府都不可以。 他強調每一間個B店的開支都不一樣。 最明顯就是,每間個B店的租金, 市民又怎可以standardize為一個價錢呢? 我承認,有些無良的業主就把店租起到離譜。 就好像當晚美嘉那間餐餐落茶餐室。 租起到無法止為遲,結果就要收盤。 真是可惜,那間茶室都營業了四十幾年。 而且,他們也有幾檔很受歡迎的美食。 不過,不是每一間個B店都有這個租金。 有很多個B店根本都不需要租金。 嘉欣那間店都是自己的。 講來講去,一些個B店都是吃水心。 沒錯,疫情開始之後,很多材料都起了價。 但是,茶水的起價,應該是有一個限度。 講到尾,我們的消費者是肉隨心板上。 我給你一個例子。 政府今天宣布一些材料起價, 他們就趕快,明天就起價了。 不過,政府第二天宣布下價, 他們一個崩都沒有下價。 可惜,我們只有一個口, 什麼都沒有做到,還是回去光顧他們。 原理是很簡單。 有些無良的個B店, 認為加幾毫子, 他們的顧客都喝得起, 所以就拼命起價了。 如果我們團結, 不叫他們的茶水, 看下他們還敢亂起價嗎? 不用覺得不好意思的。 即使我們有光顧美食檔, 提醒你, 他們都有交租給個B店的。 今天我們來試書崩仔一幾間個B店, 來看下這裏的茶水, 是迷起到網友說這麼離譜。 為著公平起見, 我只是來試每間個B店的個B冰。 當然,我是沒有包括那些Franchise, 或是專門的茶室。 第一間個B店我要試的就是, 事件� solid找到、 是Ss19的 charges直店oles CN. 話說, 我也搬替這間流費商店已 35年前, 現在 подписtin堂nobe店有35年了! 這裡的美食當當都有水平, 價錢都很合理, 茶水也不要額高著裘家。 他们的果比冰只是买两鲎八 第二间茶室我要试的就是 YESJ4一间妈妈店 可能你不知道 妈妈餐一般是贵过华人的雜饭 不过他们的茶水 是比华人果比店更便宜 话说他们的鲎鱼茶都不会起到很厉害 这杯果比冰只是买三鲎 味道还好 但是就太甜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区最大间的果比店阿波罗 虽然这间果比店的美食都不算贵 但是茶水就另一回事 果比冰是买到三鲎八 话说YESJ4的茶室是贵过其他区 连街尾这间全鸡都买到三鲎半 幸好他们的鸡饭只是买七鲎 我们来看一下这间位于SS15的大家美食中心 不是夸张 这间店开了短短几年 就成功到扩展到四个单位 这位管理人Tracer说 虽然这里的租金都不便宜 不过他们都没乱开价 他说得很对 这里的果比冰虽然不是最便宜 起码都没有阿波罗那么贵 价钱是三鲎四 据称整个苏邦寨一最便宜的茶室 就是天天发饮食中心 他们的果比冰只是买两鲎九 虽然是没有可见茶室那么便宜 不过都是三鲎以下 既然来到这间果比店 就顺便介绍他们的美食 话说这间果比店是位于USJA 但是他们不属于生意UP的发展 这里是叫做Subank Berdana Good Year Court 他们是属于一个中层的公寓区 由Nadayu Properties Burkhard去办的 Good Year Court的地盘都挺大 他们是从Court1发展到Court店 今天我们来采访整个Good Year Court 最受欢迎的果比店 天天发饮食中心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就给个like我 分享一下 如果未曾订阅的就麻烦你订阅啦 多谢你 现在排名无分先后 我们来天天发饮食中心 尋找最棒的美食啦 天天发饮食中心 是坐落一个很战略上的位置 它是位于Berseran去画军的 大班轻铁站的门口 近那边都有三十多年历史 这位店主刘先生 是第二代接班人 这里的美食堂可说是小班轻 其中最便宜的一家 怪不得它有吸引很多打工子女 当然他们的茶水都不例外 虽然他们的价钱是很便宜 但是在这三十几年 他们还有保持水平 一点都没有省工减料 第一档美食我要采访的就是集饭 这档集饭都营业了这间个B店这么久 这位罗志滨城的当主 就像我这碟饭 我已经选择了那些饭给了钱 但是当主还要加点饭给我 我吃到好满意 每样饭都是水新鲜又最好吃 第二档美食我要介绍的就是板面兼牙煲衣面 老实说我做了美食介绍有两年半 但是就没有采访过牙煲衣面 最接近就是Seville茶室的当牙煲版面 这位罗志滨城的当主Amy 都在这里经营了三十年 他建议我采访他的牙煲衣面 佳恩他看过我这么多集介绍 都没有发觉我有介绍牙煲衣面 而且这个美食是他的熟客的最爱 听他这么说我就不买书 快点叫回煲 我觉得牙煲衣面一般都是好吃过炆衣面 因为有牙煲来保暖 我吃到好兴奋 在他的前面就是这档我两年前有介绍过的猪肉粉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这个缅甸员工阿佳已经变了这栋子的主人 一年前这家个别店的老板就打算交这档猪肉粉给他 事关这个员工都已经跟了他有20年 是时间给他出来闯下 一直以来这档猪肉粉是很受欢迎 所以他都要请两个帮手 除了招牌猪肉粉 他们都有提供鱼头米和粥 不过我都是爱猪肉粉 时光见到他的材料很新鲜 吃过之后 觉得这个味道 和一年前都是一模一样 一点都没有走赚 一流 不知道是否是偏见的关系 我硬是觉得 槟城的炒鸡鸟是可求点 最明显就是 他们的炒鸡鸟 是没有那么深的颜色 加因他们是落很少 或是完全没有落黑豉油 一直以来 这间个别店 是有档很受欢迎的槟城炒鸡鸟 可惜他已经退了休 现在这位都是来自槟城的当主 Jimmy 只是在这里经营了两个月 但是他在Bernang 都炒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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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得上以前那档帽 果然没有令我失望 获气十足 味道没得顶 在这间那边店的外边就有放了几档东西 举例 缅甸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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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经济粉也有提供洋亚贵、茶果和鸡饼 不像一般的顾客 我吃经济粉是完全没有加料的 当然这个摊冻了的经济粉 已经吃不到锅器 但是它的味道还是很好 这顿埃曼沙爹只是开夜市 他们已经在这里放了当有七年 但是这位来自印尼的员工亚迪 只是在这里经营了几个月 我问他他们的沙爹是否是来自咖喳 他说不是 应该是来自咖喳提摩 事关于他的老板是从那里来 怪不得他们的沙爹是没有咖喳这么大寸 但是没所谓好吃就可以了 它的价钱都便宜过一般 鸡肉是扣二 牛肉是扣半 但是羊肉就贵点 一寸是扣八 我就买五寸牛肉沙爹来试一下 味道还好 牛肉腌得好飘准 我们来到这栋泰式大炒 这栋不是泰国人经营的 而是这位缅甸厨师David 和他的助手摆档 人家问我泰式大炒和我们本地的大炒有什么分别 我说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泰式大炒是加多些糖 鱼肉和香某 而我们的大炒一般都是加多些味精和豉油 惨得过我喜欢本地的口味 虽然没那么甜 我就简单点 叫泰式炒饭 家人看见当主炒饭很有功夫 可惜这个炒饭是没什么窩气 但是炸鸡还可以放得进口 在郑他们的旁边就是这栋日本炒 话说 日本都不容易在本地那边店找到日本料理 就算找得到 都是寿司当口 能够在那边店吃到这些这么讲究的日本料理 举例 鲁鱼饭 三文鱼饭和担鲁鱼饭 都是第一次 这位来自奔诚的当主Aliang 只是在这里经营了几个礼拜 他说解释到他口都干 这里的顾客都不了解他是埋什么 幸好我一看就知道 我说希望这条片上映之后 会有多些人知道 不是夸张 这个鲁鱼饭真是香口过很多日本餐厅 吃饭 我们来到这两个档口 还是这间那边店自己拿回来做的 它就是虾面 薄比亚 猪肠粉 和阿森勒沙 其实两年前在我八达令八当最正的阿森勒沙 都有采访过他们 今天介绍整个视频 又怎可以少了他们呢 这位引来员工阿丁 以前就是这东西的主人 可惜就被他的前夫握了钱 那现在就要帮人打工 他真是本事 一个人做几样东西 只看他做鲁鱼饭就知道他多专业 上次我有说过 他们的阿森勒沙是最鲜甜的 吃骨是很捨得落金翁鱼 这本阿森勒沙真是没得定 外面是很难吃得到的 如果你有来过这间个宾店 我敢写包单 你应该有光顺过他们的滑蛋 当然我是说这顿夜市的大炒 我认为他们应该是叫小炒 吃完他们只是提供小菜和炒粉炒面 绝对没用到大的蒸炉 这位楼子挂拉耿沙姓王的当主 和他的太太都在这里经营了有25年 当主说虽然炒粉炒面是他的拿手 但是这里的顾客大多数都是喊他的港府炒 包括我在内 这个滑蛋壳是我吃过最滑的一碟 他的锅器是焦焦 我们来到最后的介绍 云吞面 这档东西不是放在这间个宾店 而是对面这间Restaurant Goodyear 那为什么我要介绍另外一间个宾店的云吞面呢? 因为以前他们在这里摆档 不够位就搬走了 可惜这间个宾店就没有找回一个好的代替 如果你今天想吃云吞面 起码你知道旁边有档很正的云吞面 这位当主Esther 是和他的老爸接手来做 如果你想吃香口的云吞面 那你就有食神 吃光这位当主是很有创意 加了些新的口味 举例麻辣和药材等等 现在我很饱就没有光顺他 看一下我旧的片段 就知道他的云吞面是多好吃